林鄭月娥公佈了政綱 也剛剛把提名表格連570個提名給了選舉的主任 應該不用理合不合實 除非你400多個填錯 一定會確認成為候選人 因為確認了才叫候選人 這是少少通識 否則純粹是參選人 這個問題引申到一個比較大的關注點 究竟投票時有多少人真的會投給林鄭月娥 現在先走出來的 王國健說他建議其他幾個公聯會立法會議員不要再支持林鄭月娥 因為看了林鄭的政綱 她覺得是向商界傾斜忽略了勞工利益 所以她也有點不滿 所以就拉大隊想不支持林鄭 這個問題就要由一個很簡單的選舉原理去思考一下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現在根據公聯會的說法 尤其是郭偉強的說法最為明顯就是 所有的特首選舉參選人 就算你計算葉劉淑儀 其實都不太理會勞工議題 這個都很明顯 大家都在爭取所謂第一界別 其次是第二界別 第一界別是金融商界 第二界別是專業界別的支持 所以在政治概念上所有政策都是有談的 全部都是希望鼓勵經濟、就業、鼓勾 所以勞工、福利的議題相對來說是比較少的 四個參選人 曾淨華、胡國興、葉劉淑儀、林鄭月娥 全部都是這樣 林鄭月娥見到這樣的局勢 每個人都不太理會勞工議題 於是他覺得 無所謂 反正可能在四個人裏面 他叫做 有得來最左 有得來最左 所以就不用寫這麼多 因為你公聯會不支持 他支持誰 這是其中一個概念 難道你支持更幼一點的曾淨華 或者是不知實際上他的傾向是怎樣 但很明顯還是右傾的胡國興 以至都沒什麼機會入閘的葉劉淑儀 在林鄭月娥裡面的想法就是 反正講到工人議題 是我沒什麼提的 但相對而言 我都一定是靠近你那個時候 自然他就不用寫這麼多 這是一種想法 如果在一般的普選 這是絕對合理的 如果經濟很厲害 每個人都能賺錢 其實很多時候 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無論是保守黨還是工黨 在英國來說 無論是美國或英國 如果很好厲害 如果低下階層生活不艱苦 基本上大家都是怎樣拘捕市 大家多賺錢 想想怎樣減稅 就沒什麼勞工福利政策 但如果市場不好 例如特朗普打的就是 所有工種要回來 我們都要幫工人階級 分水嶺就是貧富所謂 have not和have的鬥爭 這件事在上次唐英年和梁振英的對決裏面 是比較明顯的 但這次其實如果每個人都有談 林鄭月娥本來可能比較近 工人階級一點 如果不是 工聯會不抽筆 雖然他不是立法會員 因為他這麼大力幫林鄭搖旗立喊 所以這就是其中一個想法 不過這次不是普選 所以會有什麼變化 這次不是普選還有一個所謂 陰溝女翻船的風險 重點不是你的政策靠不靠攏 高人階級還是靠攏商界 而是你夠不夠601 你想想 王國健現在吵什麼 如果你拿597個票 現在他的第題名是579 但我當你拿597票 你就是欠那4票 你才能夠過601 這樣就很關鍵了 工聯會那幾票就很關鍵了 所以在一個小圈子選舉裡面 每一票都這麼重要 除了曾俊華之外 林鄭月娥也是 因為他怕不夠601 如果沒有人夠601 就要由頭來過 再投個票 如果同一天之內 都沒有人夠601 通常就是第一輪投票 你當有三個入閘 胡國興、曾俊華 就是林鄭月娥 如果沒有一個過601的話 就淘汰最低那個 就剩下兩個人再鬥 兩個人再鬥 都要有一個過601 才可以成為特首 如果第二輪都不夠601 就留了 留了就要重新來個由頭 搞個提名 搞個投票 五月的時候才能夠選出特首 所以對林鄭月娥來說 怎麼都要過601 所以正因為這樣 工聯會現在才這麼大聲說 就是說 你可能就是欠我那4票 這個固然是這樣 第二就是低不低過689 有沒有這個可能 如果曾俊華贏 她低過689的機會很高 如果林鄭月娥贏 但是不夠689票 其實都很嚴重 就是說你建制派的認受性 都不要說你全港的認受性 比梁振英還要低 其實施政比較困難 其實我可以說到這個階段 民主派公示都不會輸的一個情景 就是因為林鄭月娥贏也好 曾俊華贏也好 兩者不夠689票 即不夠梁振英票數的機會率 都很高 都很高 是的 你都不及689票 我又需要給你那麼多支持 所以現在 王國健走出來 都是一些典型工聯會的策略 要是知道每個人都傾佑 你都不用那麼多工人政策 但你無論如何都要 政治上拿回更多好處 所以你唯有在這些情況 你都要安撫王國健和工聯會